这份问卷报的六大问题包括 一、为应征本公司以前 您的工作职务为何 有多久经验 现在应征什么职务 如与先前补 同、请说明为何转职 并具备何种专长 暑假季节已来临 无数的学生利用这段空闲时间 寻找工读机会 赚取一些生活费或储存未来的费用 然而 近日有位女性网友 在应征某餐厅的暑期工读时 却经见六大申论题需要填写 导致她直接放弃面试 这个事件引发了网友热烈的讨论 这位女性网友在脸书社团 报废公社二馆中分享了她的经验 表示她到餐厅应征假日工读时 被要求填写一份问卷 其中包含了六大申论题 她表示非常震惊 并在贴文中说 面试假日工读 还要写这东西 我只不过是想要多赚个生活费啊 她直言看到这个问卷后 就告诉店内员工她不打算面试了 这份问卷的六大问题包括 一 为应征本公司以前您的工作职务为何 有多久经验 现在应征什么职务如雨仙前补 同 请说明为何转职 并具备何种专长 二 请示说明最近二次离职的原因 请用八十至一百五十字说明 三 是说明 上一个工作从上班打卡开始 到下班打卡离开 你都做些什么 以每日 每周 每月是说明之 四 你认为在公司工作中 您最在乎那几样事情 五 是对本公司的印象 及公司营业方向加以说明 并说明你为何应征此职位 需要多少时间 进入工作状况 分析已知的学习困难 以及能承受的工作内容 六 如果我需要三封推荐函 您会找谁推荐 请您提供三个人的姓名 及联络电话 以供我查 正您的过去资历 这篇贴文立刻引起了 网友的热烈讨论 有些人认为 这种情况实际上 是很好的筛选机制 他们说 这案例就很成功地筛选掉 一个怕麻烦的员工了 看写的态度跟内容 就知道是不是认了 如果连这个问卷都不想填 那工作上会有多认真 我是不信了 然而 也有另一派的网友认为 这份问卷要求过于严格 并表达了他们的疑惑和不满 这个问卷奴性不高 真的没有办法填 假日攻读是要多复杂 夸张这是实行一千事马 面试台积电也没写这么多废话 主要是第六点想骗个资吧 找个工作还要被身家调查 好扯 有网友甚至戏称 公读写这个 我还以为你应征储备店长 笑死你 是应征假日董事掌握 此文在PTT上 也有许多网友留言 PT外场问这些干嘛 然后辛苦写完以后 谢谢再联络 打个工 还要把推荐人的资泄露 太瞎 拿主管职用的面试卷 发给工读生写 他是去应征餐厅 又不是去应征文书 免洗职位问再多 还是没多久走人 大家对于这件事 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 Linux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